走进一带一路畅一下 中简合作共鸣的样板园区 体验这里的宜战式服务 节省的时间也节省的成本 办理手续来也特别简单 走进西港特区的中国创业者 感受一段平淡有头人的跨国婚姻 小时八十 过日子嘛 过了过了 八十 铭静的小鱼村里 品尝刚刚打捞上岸的新鲜鱼虾 这个是好的 刚才松的市场 刚才留了一桌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08集 西港人的特区梦 正在播出 西沙避水 海风拂面 位于市郊的海滩 对于临海的西哈努客人来说 算不上是奢侈品 从市里开车几分钟 就可以到这里来享受一下悠闲的海滩时光 一样的碧海蓝天 不一样的幽景闲适 使得这里也成为了世界各地游客 和背包客青睐的旅行目的地 能被冠以国父西哈努客的名字 足以说明这里的名望和地位 简浦寨人敬仰的西哈努客亲王 生前曾长期之旅于中简友好事业 如今延续着国父名字的西哈努客时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又找到了中简合作共赢的新机遇 从西哈努客时出发 沿着平坦的坚普寨四号国道行车十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距离西哈努客机场 仅三公里 海陆空交通便利的西哈努客港经济特区 柬埔寨人习惯在中国朋友面前 把它比作深圳特区 这里正孕育着极大柬埔寨人的特区盟 我们今天一大早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园区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你看这样的马路修的也特别的宽 这园区的面积有多大呀 我们的园区就十一地一三平方多亿 那这个园区什么时候修的 我们在零七年就开始建 现在建好了吗 现在建了百分四五十 还有百分之五十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卖油区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是什么地方呀 我们后边就是整个公益区 像是这条路围级区 那就是上一区 那就是这个路是一个分界线 然后再往前走是什么地方 上一区 商业区了 蒋克星告诉我们 西港经济特区 是柬埔寨政府批准的最大的经济特区 是西哈努客省发展最好 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 也是首个签订中检双边政府协定 并被唯一认定的国家级经济特区 这里的总体规划面积是11.13平方公里 首期开发面积5.28平方公里 以纺织服装 五金机械 庆功家电等为主要发展产业 八年前还是一片荒地贪图的西港特区 如今已经成为中检产能合作的极具样板园区 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柬埔寨政府 对园区的特殊政策 您说到这个一站式服务 它的内容是什么 一站式服务里有CDC 有海关 有劳工部 有商店 在这里可以全部办法所有的手续 本来如果没有一站式服务 全部要到精品去盖的 所以方便了所有的企业 那就是节省了时间 也节省了成本 办你手续来也特别简单 您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吧 第一个就是CDC CDC就是发展理事会 他们就是帮所有的手续机关就在这里 还要对整个部门的关注 理事在他 最高领的就是 理事长就是送给他 那如果说是 就是比如说 他在中国是属于相当于什么部门 相当于然后中国的发改委 但是我看到现在有人在吧 我们现在能进去吗 可以啊 进去吧 走进一站式服务中心 中方和检方的工作人员 正在一起围入主园区的企业办理业务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向您这个职务是属于什么工种呢 我们是交商人员就是协助他们办理文件 因为企业他们老板过来投资都不懂监狱 而且对当地的一些情况也不了解 那我们就协助他们申请公司的一些审批文件 然后就是办理其他日常公司需要的一些文件 这些这个他就他是在办理一个免税表 就是在前面来投资的企业 然后他的机器设备零配件 还有原材料进口都是可以获得免税的 但是在享受这个免税进口的时候呢 之前呢要办理一个免税表 免表的话 他就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部分是简文版的这种申请信 就是对一个公司的基本的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什么 简文版的申请信 对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他的一个进口的名录 这个 他进口的名录 他在上面用英文 就是罗列出来 他所需要进口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进口国 从哪进来 对 从哪里进来 然后是新的还第二手的 然后这个是单位 然后这个是数量 然后金融 对 刘美告诉我们 一般情况下 企业从注册到建厂 再到投产和贸易 各个环节手续繁杂 而西港特区的一站式行政副窗口 却非常便捷 检方的发展理事会 海关 老公 商检 商业部 西哈鲁克省政府 都在这里设立了代表处 所有手续都可以在经济特区内完成 那现在接待的这种中国企业多吗 中国企业挺多的 那您现在是 就是说基本上面向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企业吗 对 在我们园区内 80%的都是中文企业 尤其是一带一带推出来之后 然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这边考察 然后到这边 我看您现在好像是已经办理完了是吗 对对对 就在等着最后的选择了 箱子也已经放进去了 如果办理下来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要问他 您这个企业是什么企业呀 我们是做太阳门组建的 那就是今天才开始办理这个一站式服务是吗 这个对对对 我们是今年就是刚好我们这个是去年申请 今年到期嘛 一年一申请 所以说就是要重新来申请办理的 这个是每年要申请一次 对对对对 每年要申请一次 这一份文件申请一次 那所有的手续通过下来的话要多长时间 这一份文件的话办理就期大概在一个星期 除了在政策方面提供支持 在基础设施方面 金浦寨也为入园的企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 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取得特区外的土地进行工厂建设 则需要平整土地 修筑道路 拉切电网 布排水管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等 这不仅要跑很多部门 而且需要一笔非常大的固定资产投入 但是如果入主生产 生活配套设施完善的西港特区 则完全不必为此担忧 正所谓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绝佳的软硬件环境 和对中国一带一路愿景的信心 已经信了来自中国 欧美 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109家企业入驻 接触的中国企业多吗 现在就是中国企业到这边来投资考察的都增长得非常快 现在入居的 然后也是非常多的中国企业 嗯 他说就是从13年到特区来工作之后 然后接触了很多的中国人 中国老板 确实的体会就是中国人非常的友好 非常的配合他们的工作 也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民族 而且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中国人特别的勤劳 在特别的聪明 在工作当中 那种勤勤恳恳的精神都感恩了他 嗯 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西港特区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得到了中间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2008年2月 柬埔寨首相洪森亲临电机 2015年4月 洪森首相与习近平主席 在雅加达出席万农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时达成共识 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未来西港特区全部建成后 可入住企业将达到300家 形成一座聚集10万产业工人 20万居住人口的宜居新城 西港特区也将成为一带一路畅议下 合作共赢的样板园区 走进西港特区的中国创业者 了解一带一路带来的新商机 海岸边的渔村里 感受一段平淡又投远的跨国婚姻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08集 西港人的特区梦正在活出 就像当年中国的深圳特区一样 从荒野滩图到高楼林立的过程 既会见证发展的奇迹 也会记录无数创业者的艰辛故事 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109家入住企业中 有94家企业是想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敢为人先地选择西港特区 作为投资目的地的中国企业 在西港特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们辗转联系到李家 专门生产香包的中国工厂负责人 傅大哥您好 于云您真的是太难了 这时间也是一二再再二三的改 我听说现在是出货是吗 有这个米白铃铛装盒盒的 刚才你指的是这里面吗 工厂里面 而且我还听到有机器的声音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工人都是在工作着 工人现在都在改是吗 厂房是吗 您这样的工人可真不少 这种规模在整个园子里来说 算是大的吗 中等的 中等吗 中等的 我们目前有330个工人 我看好像工人信赖都是在 这是赶货吧 对啊 赶货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半成品来的 半成品 对啊 这是拉链 对 一个拉链 这个一个大片加起来 和好以后就成了这种 这种包 哦 这是一个小包 对 化妆带来的 这是已经做好了吗 对 这是做好的 这是做好的 对啊 全都是这样的小包吗 也不是 我们产品有十来种 有大的有小一点的 但这种是其中之一来的 富杰的工厂占地4800平方米 主要生产香包制品 他们的产品只销往日本 生产原材料 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运送过来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啊 这种小手笔道 其实非常的常见 而且你看起来 它的做工也很简 对 但为什么就是 这种卖得这么好 因为我们这个 虽然说简单 但是我们做工精细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细节 我们都注意到了 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提手的长转 是百分之百的 要一样的 没有不会有长的 还有距离都是上等的 大小尺寸 还有这个瘦力地方 全部都是加力的 还有从外观看 你看我们全部做好成品以后 要去烫一下 那边是运烫的 对 运烫的地方 运烫以后 我们还要经过这个风干机 所以风干以后 还要放在这个验针机里面 要看这里面有没有杂质 像断针呢 什么东西掉到里面 可能有那些东西 所以必须要全部进过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细节决定 就是每一间每一县都要做到机 对 你说的主要是销到日本 对 在那边卖的怎么样 那边 一个月 他们想要 反正我们在这边 一个月大概做64万 64万 一个月就64万 一个月对 1980年出生的 傅杰老家是四川古令县 1999年 19岁的傅杰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从老家南下创当 当时没有专业技术的她 在广东东莞代理一年 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自己花了80块钱 报了一个缝纫班 学成后 在家牛仔裤工厂 找漏了一份工作 而就在她闯荡的同一年 1999年2月 秦普寨首相洪森 正式访问中国 之后 中坚两国领导人 互访的次数日渐增多 2006年 中坚两国建立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8年 西港特区点击 中坚关系的持续升温 和这位想要通过一番闯荡 改变命运的年轻人 产生了交集 2012年 掌握了缝纫砖技术的腹节 古神一人来到了 金土寨淘金 您这个工厂是什么时候开出 2014年4月 2014年4月 差不多是那个工厂 我说提前了 一个月过来 帮修这边工厂 帮修安装机器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工厂 放在园子里 因为怎么说呢 国内 国内那个人工成本呢 现在就是说 最近几年就是上涨 然后基本在这边呢 有个优势就是 人工成本比较低一点 他放在这个工业园当中呢 放在工业园当中 现在像这个特区里面 各方面的方便呢 比如说清官呢 附杰告诉我们 他刚来西港特区时 这里的房租和人工成本 都比较低 当时工人的工资 才80美元一个月 房租每平方米 也只有0.8美元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 在西港经济特区 落地后的税收优惠政策 更让附杰看到了 奋斗的希望 那您是怎么看待 这个窗户一带一路的 怎么说呢 用活作共赢 就是说中国 如果要开一个 300元的工厂 那么用 假如我们这个月 美国的基本的工资 保证在7万美金 那你在中国 要开300元的工厂 7万美金是完全不够的 那你在这边的话 就可以养活300元的工厂 然后你把 结果在这边的 这个劳动务 把它利用起来 把这个生活水平给它提高了 所以这也是比较好 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说 免税这块 免税这块 就是说 比如说 政府有个三加三加一 就是说 比如说前三年 没有盈利的话 还可以允三年 如果再有三年 还不盈利 那么还有一年 就等于有七年 所以七年当中 这个岁数是 免得 即使到现在 税收的优惠 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依然是很多公司 投资柬埔寨 入住西港特区的 两大主要原因 现在附近的工厂里 有三百三十名工人 只有三年工资高管 是中国人 剩下的全部都是 从本地批拟的 柬埔寨人 我听说你是这样的图馆 车间助理 车间助理 那管什么领域呢 就管他们的产量 还有数量 还有质量 那是不是说 所有工厂的工人 您都要负责 对 那你的华语 那你的中文 怎么说这么好 我在学校里面学过 专门是学的中文 对 所以你的中文说得特别好 那你是华人吗 我是华人 第几代了 第四代 第四代华人 对 是不是当地的柬埔寨人 都喜欢到中国的企业来上班 对 对 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就是比较细心 然后他们的管理方面就是比外国人好 是说管理方面比较完善是吗 对 那现在待遇怎么样在工厂上 待遇啊 工人是吗 对 工人 去年的时候一个月一百多 一百多每天 一百七一百八 但是今年他们的工资 一个月差不多两百 如果加班算加班的话差不多两百 加班的时间长不长 不长 每天两个小时 自愿加班的 自愿加班 如果不加班的话也可以回去 对不加班的也可以回去 我们不勉强的 不勉强了 那像你呢 像我的话 也是每天上班十个小时 那刚来的时候待遇怎么样 是什么时候来的 一开场我就来到这边了 2014年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就是做主管 车间助理 就是车间助理 对 那个时候待遇怎么样 那个时候待遇 也是像现在一样啊 是一样的 对 大约有多少 500多 然后有另外奖金 每个月 另外奖金有80块 大概算起来 差不多600吧 富洁工厂业的工人 最低工资 也能拿到170美元左右 而柬埔寨人 每月的平均工资 还不到100美元 相对满意的薪水 再加上8小时规范的工作时间 总是能吸引很多应聘者 很多人甚至脱关系 向到富洁的工厂里上班 但是无奈很多应聘者 没有专业技术 富洁就想出了一个 在家里进行技术培训的办法 帮助当地人解决就业 由于平时工作日 要在工厂里赶工 只有晚上和周末 才能腾出时间来搞培训 于是我们和富洁约好 晚上到他家里 拍摄培训的情况 现在是当地时间 晚上的7点钟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离园区 最近的一个村子 叫库腾村 这里曾经还是一个小渔村 据说只有10多户 而现在随着园区的工人 不断地增加 已经达到了100多户 因为大家有的是在这租房 有的是直接在这安家 而富洁的家呢 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咱们赶过去找他们 走进富洁的家里 两台缝纫机旁 几名当地人 正在学习缝纫技术 您现在在交给他们 要教什么 要学电车 进去工厂 要进去工厂 所以前期要去做培训 但我看你刚才 在跟他们说的是监狱 他们都是柬埔寨人吗 是柬埔寨人 他们全部都是柬埔寨人 那在进工厂之前 他们要学习的技术是什么 就是怎么教他呢 都要教他做什么 就是进工厂之前 还会有一个考核标准 就必须要把手上的工夫活 给做到位了 这些学员一般都来自附近的渔村 在西哈努赫市 除了西港经济特区 其他地方的工厂很少 所以为了能在西港特区 找到一份工作 很多偏远地区的学员 也来这里学习技术 他们在这儿学的话 是按什么算钱的 按小时 特别按天 按小时 一小时多少钱 一小时 七日 那就是和人民币 大约是 七块五 七块五左右 那像他们什么时候 能学好吗 要学多长时间 像快一点的 两个小时以后 都可以去找工作 选两个小时 但是他们有的 不都是都学了两天了吗 有的两天 如果能多一点的话 它就要等时间 因为我的机器就留开 能多一点 那一步换一个小时 一步换一个小时 的话 就一天就学了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 三四个人同时在学 你一天 一个人就学 停一下 对 那大约学几天能够多 最多的话 就是三天 三天 那三天的话 要多少个小时啊 大约 就比如说 他们要花多少的学费 才考验 三天的话 大概就花到 六十五块 七十四十五 不到五十美金 不到五十美金 那他们既然是来 学手艺的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有的 家里也是比较的贫困 有没有那种 过来学艺 但是又交不上 学费的情况 基本没有 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交不上学费 我来这边找工作 都还都没钱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 先不收他学费 等你找他工作 在工厂发工去 我就倒回来还也可以 让我们感到 有些意外的是 采访中 傅杰告诉我们 这位负责培训的老师 欣宁 其实是傅杰的妻子 柬埔寨人 这个家庭培训班的开板 就源于自己的妻子 那当时为什么要去做 这样一个培训班呢 因为我在这边 就是说老婆也在这边 然后小孩也在这边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他们 老婆的乡下我去过 乡下真的蛮穷的 所以他们来找一份 要想找一份工作以后 很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工程比较少 所以要找一份工作 比较难的话 我就想来来 把他们交会以后 去找工作的话 就方便他们 我觉得您特别有责任心 而且非常的善良 就希望他们 还是有一份工作 有一份手艺 才能吃上饭 现在傅杰的妻子 除了在家带孩子外 就专门在家里 负责缝纫技术培训 傅杰则中心负责 工厂类的事务 说起这段跨国婚姻 腼腆和厚厚的夫妇俩说 两人的相识 其实很投缘 那你们两位当时 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当时 那时候在工厂议书的 只要认识了 有两年三年 认识了就很久了 所以后面 确定关系的话 是2014年10月 就是两年之后 然后两个人 才开始确定关系 那为什么那两年 怎么回事 因为那时候 第一是工 工厂不无 工厂的时候 都忙不着办工厂 没有薪水产品而已 这方面 后面工厂稍稳定一点 家里面也很催 这个事情 因为说三十多岁了 还不结婚 这个很大事 麻烦的事情 所以后面 因为他转业班 你看他人的 还去干他 他一个人转业班 还要做饭 就不能吃的 工人 晚上买东西 买不到吃 我看他人品还好 所以就找他 觉得特别的贤惠 觉得特别的贤惠 不踏实 过日子 就要多踏实一点 这是中国男人找媳妇的标准 那大姐您呢 您是怎么看上富大哥的 我喜欢他就是心里面 他不像别人 他是很好的人 怎么好 好就是工作啊 就是好像 怎样说呢 就是工作是不是比较勤奋的意思 那在生活方面呢 可是看到别人就 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 就太开心 就跟他们讲话一下 他不管他是有钱的 有钱的人 就是什么 就是对人非常地和下 2014年开始在柬埔寨 设立工厂后 富杰一家慢慢在这里站稳脚跟 后来他们花了4万美元 在这里买地 建了自己的房子 在慢慢融入当地生活的同时 他们的日子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 西港经济特区的辐射效应 逐渐显现 富杰家所在的普腾村 过去这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渔村 现在已经是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 来自其他省份 工作在西港特区的人也过来租住房子 昔日的小渔村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收获的鱼船边 品尝刚刚打捞山岸的新鲜鱼香 口腔里全部都是鲜香的那种味道 传统作坊里 体验西港人的传统鲜鱼制作 已经煮熟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08集 西港人的特区梦 正在播出 虽然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正在撑入一片投资的热土 特区日益通过发展 车来车往日益繁忙 但是这丝毫没有打扰到 特区周围的宁静生活 海滩上炫目的白色沙子 湛蓝纯净的海水 极尽天然没有污染 沙滩上 渔村的姑娘把各种小吃 顶在头上贩卖 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耍 这是西港边的本真生活 但这个地方 你真的是觉得它是个渔村 因为家家户户挨着海 朝条小路通向海 我们在这个满路上走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走进来你会发现 哇 这儿真的是太美了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湾是吗 是一个海湾 所以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船 有的是载客的 然后有的就是 这种当地人的这种小渔船出去打鱼的吗 是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载客去上岛去游的 去玩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渔船 但是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小路 这些渔民是不是共用这一个码头 就是大家共用的 这是共用的 对 共用的一个码头 那大概有多少户像这一个码头 你看沿路过来的好几户 可能是渔船这样子吧 哦 好像就是每一条小路都可以通到海 这都是一个村子吗 都一个村 我们叫做第三村委会 就是多少的人啊 那个大概应该有几千人吧 都是以捕鱼为生吧 对的 对的 它是主要是捕鱼的 沿着西哈努克港边的海岸线向北 渔村和渔船场越发的多了起来 泰国湾靠近柬埔寨的水域产鱼量 大大超过再往西去的泰国水域 虽然柬埔寨人更喜欢淡水域 但海鲜的交量也很大 所以每天清晨 渔民们都会运回一川一川的鱼虾 傍晚时分 我们联系了之前的向导杨仁峰 请他带我们到西港边的渔村看看 这刚捞上来的吧 好像很多品种 这应该就是晒的鱼竿啊 你看上面都抹上这个辣椒酱了 那回来的渔船在哪 我们能跟他们说一声 去船上看一下吗 可以啊 小心点 就现在这个时间你们是刚回来对吗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从海里 这边的渔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听过去外山 就在这边的渔村 这边的渔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们是从早上的早晨的时候到现在才回来的 早上出去的 几点出去的 大概是两点到三点之间他们上 那今天打捞上来的都有什么呀 里面有铺泡肉的一款 它说大部分是虾 因为这个网是专门捕虾的 但也有一些鱼 鱿鱼和螃蟹 都很小啊 那些虾能让我看看吗 在上面 那您带我来看一下 船家告诉我们 我们来的时间不太凑巧 刚刚捕捞回来的鱼虾已被周边的仓馆抢购已空 剩下的一些质量稍差的就留着自己食用 两种虾 但是这个虾的稍微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捕上来可能就一辣了 好的已经上市场了 这什么意思 钢煮熟 这是钢煮熟 这是打捞上来的吗 这个是好的 刚才送了市场 它刚才留了一头 就留了一个 这么大 对 这么大 我明白了 就是我们看到这种小虾 就是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 不太好的就留下来了 像这种个头大的全部都送到市场上去了 这种多少钱送到市场上 一公斤大概是五块美金 一公斤是五块美金 是 它可以给我吃 它说去送你一个 它总是煮了四次头 这个我不太会包 你能帮我包一下吗 你看这速度 其实像我们不太吃海鲜的人 如果是包虾的话 那个手很容易被扎到的 但是因为他们经常吃所以很快 做得咔咔了一下就打开了 是 哦 包的那一瞬间 我都能闻到那个虾散发出来 那种鲜香的味道 这个煮的时候要加别的东西吗 还要加盐或者加姜之类的吗 就是摆开水就煮就没有下什么料的 非常好吃啊 太烫了 就是在你吃的时候 第一口你一定还是可以先把这个汁水吸进去的 就是你吸的那一瞬间 你就会觉得口腔里全部都是鲜香的那种味道 而且非常的嫩 陶海的渔民尽管辛苦 但是每天能尝到原汁原味的新鲜海鲜 也算是一种幸运 虽然海边的生活有些简单 但是岸边的居民早已熟悉这种潮起潮落的生活 每天从大海里收获的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却很知足 刚靠岸的新鲜优质鱼家 都被各大餐馆抢购一空 哪些剩下的小鱼小虾 当地运营除了自己吃之外 还用自己特有的传统方法加工成另外一种美食 所以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闻到那种咸咸的新鲜的味道 就是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 这样是快煮好了吗 已经煮熟了 已经煮熟了 所以是不是把它煮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小鱼竿一样的 这个煮鱼 我看上面就有一层这样小小的砖 这个砖是什么砖呀 我们叫这个红石砖 红石砖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的市民认为鱼如果不完整 就一定经过了太多加工 缺少了原汁原味 所以他们特别钟爱这种 经过简单处理的咸鱼 当地的渔民也说不清 这种煮咸鱼的加工方法 是从哪一辈人那里传下来的 只是知道 这样能将鱼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样煮完之后 即使没有冰箱 也可以保存一周左右 就是当熬煮一会儿之后 才能把这个红砖看得非常的明显 这个就是当地的砖 那如果是用其他的东西可以吗 其他的砖呀 它是用红砖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鱼 把它沉下去 沉到这个水里面 才能煮熟 也可以换其他 只要能沉下去都可以 它其实就是一个重力的作用 把鱼压下去 那如果说是把这鱼鱼 直接倒在锅里煮 这本来就是 他说如果这么煮的话呢 他会把那鱼的肉会散掉 就煮烂了 煮烂了 就不会这么整齐 那整个熬煮的过程 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边的鱼鱼鱼 因为旁边的鱼鱼鱼 大浓就稍费慢的一点 大概也一个少 玩完十到十五分钟 十到十五分钟 那很快 那是一直就是在下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炉子里 一直在生着这样的火 然后一直保持它的恒温経 是吗 冻min止 是的 没错 就是一直保持这样的温度 才能把鱼到处煮熟 刚才说这个鱼它叫什么名字 叫嘎蒙鱼 嘎蒙鱼 这样煮鲜鱼一般放入100公斤的盐 可以煮150筐 大约一吨左右的鱼 虽然麦想看上去一般 但是味道却很独特 这已经变硬了吗 没有 还是有一点软软的 是不是这种程度就可以吃了 已经熟了 可以啊 尝一下 其实刚才我闻了一下 就是闻了之后就有一种 咸咸的欣欣的味道 那你们吃的时候 大约是这种程度吗 是啊 来尝一下 哪个部位比较好吃 肯定是尾巴的比较好吃 尾巴的地方 你先我来这个 这个内脏看着都还在呢 这个内脏要把它剃掉吗 可能不会耳朵尖念 他不剃掉的 然后就吃的时候自己剃掉 那你们在家吃也是这么吃吗 是啊 也是把它剃掉 很好吃的 再加一下酱油 然后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吃不习惯 因为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太咸了 超乎你想象的咸 但是当地人这个口感 就可能是喜欢泡咸 然后再加上一点柠檬 加上酱油 我很难想要那种味道 我们要跟西饭 还跟米饭一起吃 然后就加点酱油 辣椒 柠檬 就更加好吃了 我发现这个鱼特别有意思 我刚才吃的时候 还真的是口味很重 有点咸 但是你多咬两口之后 它在你嘴里 就会化成泥 软软的 然后你会觉得 一点都不咸了 很好吃 其实就是我们补充老百姓 对这个鲜鱼干非常的喜爱 我们这个通常作为一个 早餐的一种用餐的一个菜 就是早餐就是吃这个鲜鱼 那其实就是当地的 一种小吃是吗 对 是非常 就像这鲜鱼干一样 只要食物本身新鲜无出 本真自然 再简单的加工过程 也会让它变得美威异常 这就讲海岸线边西港人的生活 它有着西港人独有的气质 一带一路倡议 把西港人的特区梦 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而在带给他们新机遇的同时 却也丝毫没有打扰到 他们原先最本真的生活 的时候你处置了 掉下红太人的 两个人 都没有打扰到 本身的阻碍 那个阻碍 我会拿到 还没有打扰到 再用 至最后 我还没想 空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